说起任娇的名字,可能会有很多人感到陌生,因为他确实出道没有多久的时间,不过这位艺人还是挺有潜力的,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算是赵本山最美的女徒弟, 他曾经参演过《钟馗父母》、《雪妖魔灵》、《奔跑吧兄弟》等电影,不过就在那演艺事业走上坡路的时候,2017年10月16日早上,任娇被发现陈诗于苏州某酒店楼下草丛,后来调查结果公开,认定任娇当时是因为喝酒,一时失足,坠楼事件纯属意外,让人十分惋惜,这里任娇坠楼还没有一年,8月5日早晨娱乐圈传来的号, 又一明星坠楼身亡了,警方调查后,正是女子为香港歌手的卢凯彤,初步相信她是从二十几层高坠下,不过坠楼原因还有待调查,2001年15岁的卢凯彤与林二汶组成组合AT17出道,一路发展得还不错,在去年第28届金曲奖颁奖礼上, 她凭借还不够远这首歌,还斩获了最佳编曲人奖,曾被看作是香港新一代的流行天后,虽然事业稳步上升,不过据说她被情绪抑郁所困扰, 而她此次事故的发生震惊了娱乐圈,让好友和家人也都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, 翁静静十四岁时跟刘家良两人一见钟情开始热恋,之后他们冲破了相差三十岁的祖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婚后他们恩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 不过之后由于吵架就分局了,而翁静静这时跟上司林静夜,据传开始出双入队, 没想到后来林静夜在翁静京租的房子里坠楼身亡了,据说是因为刘家良得之后就上门捉先, 然后就把躲在窗台上的林静夜吓得意外失足跌落身亡, 陈琳凭借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,这张专辑当年是一夜暴风, 该唱片的销量也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五十万张, 之后从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五年数年间, 陈琳先后发行了《害怕爱上你》,女人,陈琳,爱就爱了,不想骗自己, 一三一三一等七张专辑,每一张专辑在当时都非常火, 在当年的音乐榜上,获得了非常突出的表现, 可惜在感情上她受到了极大的伤害, 再加上自己的事业上也有些颓势, 性格一直很要强的陈琳当年一时想不开, 选择在自己新婚刚刚三个月的时候, 从九楼的阳台纵身跃下,坠楼去世了, 对于我们歌迷而言,也只能祝福陈琳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快乐, 心途坎坷的陈宝莲,感情路上也算是波折重重, 而罪名陈宝莲情困一生的恐怕, 还是跟台湾富豪黄仁中, 他们结识之后虽然黄仁中, 在她的事业发展上没少帮忙, 但她发展的也始终是不太理想, 后来她感情受挫, 再加上事业不顺, 让她一时想不开, 选择在2002年, 从上海二十几楼翘下身亡, 而所幸的是她留下的那个刚满一个月的孩子被秋黎宽收养了, 多年来, 宽姐对这个孩子一直是如几初, 甚至工作时也带在身边, 陈宣席是公认的香港电影全才, 她用大半生的电影人生告诉了大家, 不会配合武术指导, 那编剧不是郝导演, 如今虽然上了年纪, 但她仍然奋斗在片场, 为年轻人传达着正能量, 而生活中的她也挺悲惨的, 她的女儿女儿陈幸年一名陈开心, 在2014年的时候跳楼自杀, 有消息称陈幸年是因为不懂书缓压力患上了情绪病, 最终一时想不开才会轻生, 每年的四月一日是什么节日, 很多人会说是愚人节, 就 ambul机相当来不动, 我就能站在那里, 是不透明的外溫刚才, 我会有点免贮, 最终一路选拟动的点资金, 希望大家能高免贮,